所以如果我要算1號開出的號碼 就用剛剛最近使用過的 Conif Range的話就是101年就在這裡 然後它的範圍呢 就在哪裡 很有難選 向右 向下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選比較OK的話 就是先選橫向7個號碼 有沒有 然後再來往下拉 不過建議不要用滑鎖 一定要記得一個快速鍵叫什麼 Ctrl Shift 向下 OK 這樣就大功告成 你千萬不要用拉的 能夠過頭 而且會很容易做錯 然後呢 條件的話那是什麼呢 條件就是1號 按個確定 就出來了 那你還要向下填滿 所以要鎖起來 不過呢 我強烈建議各位 如果你這個範圍 假如說是跨工作表 也就是不在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而且這個範圍很大 我強烈建議 你要把這個範圍 用定義名稱的方式 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配合F3 那怎麼做 特別說 很多人可能對定義名稱 不了解 甚至沒用過 那慘了 為什麼 因為Excel裡面 很多像這種東西 跨工作表 然後大範圍 如果你不會用定義名稱 你真的很頭痛 所以我很常看到有些同學 寄給我一些問題 我說你這樣子 難怪你這個問題 容易解決 因為你根本不會用定義名稱 所以你那個範圍 永遠有問題 所以怎麼做呢 我跟各位講 這個OK 但是請你記得把它改成 用定義名稱來完成 會簡單很多 怎麼說呢 1 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如何定義名稱 1 請你先把剛剛這個範圍 先把它選起來 選的方法 這邊就是 一樣向右 Ctrl-shift向下 好 這個範圍 以後呢 就叫做什麼名稱 上面這邊有叫什麼 名稱方塊 比如說這個名稱叫101 不過特別說 它名稱 不能用數字開頭 所以前面加兩個字好了 也許叫什麼 開講101 跑掉了 在這裡 這裡 叫開講101 記得你輸入完一定要記得按Enter Enter 以後這個範圍 就叫這個名稱了 那102年也要照著做 這邊一樣 102年我們一樣先選橫向的 7個號碼 然後Ctrl-shift向下 給它名稱叫開講102 Enter 好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名稱放在哪裡啊 記得啊 在公式 裡面的名稱官員 會多兩個範圍 一個是開講101 對應到這裡 開講102對應到 將來你也可以刪除或編輯 範圍可以修改 OK 那可是怎麼存取它 特別說 這個地方 一樣用Count if 以後特別注意 這個range 我們就不用選了 也不用切 也不用管它在哪裡 你只要記得一個快速鍵 叫F3 開講101出來 你就只要用選的 按確定就好了 而且喔 更好用 更好的地方就是說 第一個它名稱變短了 第二個呢 你也不用管那個 要不要鎖哪個列 的問題了 因為它固定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而且是大範圍 我強烈先用第一名稱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確定 好 17個 那向下填滿 也不用鎖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它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你就處理什麼 開講101裡面 所以其實你可以複製這個公式 貼到後面去 把一幅拿掉 叫Count 開講101 有沒有 刮鬍就可以了 打個勾 有沒有 這樣就算完了 意思就是什麼 幫我 把它出現的次數 除以它這個所有的號碼 總共有多少個 機率算完了 當然你可以向下填滿 不過呢 會有個問題 這個怎麼出現0點 你這樣看起來很不舒服啊 我希望顯示出來是 一萬次出現幾次啊 萬分之多少 有沒有 一萬次出現幾次 這樣會比較清楚 分數 可是問題按右鍵 出現個格式 有沒有那個 萬分是多少 用分數 分數看一下 有沒有 這只有 16 也有100 一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我要一萬呢 那怎麼辦 很簡單嗎 前面講過 沒有一萬啊 有100那怎麼辦 自訂 有沒有 100 加兩個0 不就好 萬分之二百四十五 按確定 這樣看起來 下下填滿 有沒有 舒服多了 馬上 感覺 一萬次出現的制度 OK 那 102年怎麼怎麼做呢 其實你會發現喔 因為如果你定義名稱 有沒有 那它會有個好處 你把公式貼上之後 有沒有 把它改什麼 101改102 打個勾就好了 向下 還有呢 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複製格式 改過來 你不用重做了 OK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101 100 算完了 好 哪一個最多 兩年來 這個等於什麼 把兩年加在一起 等於 這一年 加上這一年 排名 誰最高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用那個什麼 統計裡面喔 排名的話 用Rank EQ R開頭那個 R 這個 Rank 點EQ 這個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它會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那個合計結果在哪 Lumber 就指的是合計結果 R E F 一定就是Reference 參考 也就是說 你要跟哪個範圍去比較 就是這個整個 所以 有不要放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不過其實這邊也可以用範圍 只是說 記得把2跟43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向下填滿 按確定 那這邊就快速點兩下 排名就出來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欸 哪個